爱这个东西是虚无缥缈的,每个人都听说过,每个人都看见过,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模样,唯一知道的是,它可以让人很悲伤,也可以让人很反常,在它面前最不稳定的可能就是心情了。 你知道真正在乎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吗?真正在乎一个人是敏感的,怕你不高兴,怕你吃不饱,怕你穿不暖,那是时时刻刻的一种牵挂和关心,也是随时随地的一种想念和担忧。 真正在乎一个人,从来都不是嘴上的随便说说,而是真正在乎你的人才会送你的三样东西,看看你收到过吗? 第一,真正在乎你的人会送你安全感,爱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,但并不代表感受不到,你知道吗,当你开始怀疑对方爱不爱的时候,其实对方已经不爱了。 那种在细节上,在小事上的态度都是最明显的证明,真正在乎你的人一定会先送给你安全感,不会让你胡思乱想,也不会让你患得患失,根本就不需要让你刻意去索取和提醒。 但是在乎一个人最本能的反应和给予,在乎就是重视,而重视就是珍惜。 之前有一次和朋友吃饭,气氛正当浓烈时,朋友因为一个电话,却突然告辞了,事后我偷偷给朋友打了个电话,询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,结果朋友告诉我没多大事,让我不用担心。 直到许久以后,朋友的老婆嘴里得知,那天晚上电话是她打来的。 那天晚上朋友的老婆发烧了,也没有想让朋友直接回家,真实想法就是想让朋友回去的时候顺烧带点退烧药就行了。 本身烧也不大,成年人也没有那么矫情,朋友听后就在电话里爽快答应,可挂断电话以后二话没说,直奔药店,火速回家。 到家以后老婆还很折怪朋友,你们好不容易聚一智慧,这样搞得多不好呀,我不是跟你说了,烧不大让你回来时烧点药就行了吗? 朋友吊了啦啦啦说道,好不容易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,那我不得好好珍惜,也许这就是最好的安全感吧。 在女人最需要男人的时候,而男人恰巧也能放下手里的一切,火速赶到她的身边。 第二,真正在乎你的人会受你拥抱。 吵架过后愿意受你一个拥抱的人,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,不是因为他真的错了,只是因为他不想失去你。 感情有时候真的很脆弱,脆弱到一次小小的争吵,都可以瞬间反目成仇。 你知道吗?真正在乎你的人,不是看浪漫的时候对你有多好,而是看吵架的时候让了你多少。 真正在乎你的人,就算是吵架也不忍心伤害你。 真正在乎你的人,就算是吵架也舍不得离开你。 每一次的吵架过后,他都会主动受给一个拥抱,不是真的错了,而是真的太在乎了。 如果你有真正深爱上一个人,那么你就一定会知道,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,太害怕失去对方了。 第三,真正在乎你的人,会受你未来。 不被你以后着想的人,还是趁早算了吧,连一个最起码的未来都不愿意给你,又怎么能够给你幸福。 真正在乎你的人,首先会把你规划进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当中,想着你们的以后,想着你们的将来。 关于未来和以后的生活,提前铺垫好所有要走的路,而不是过一天算一天,吃了上顿不想下顿,或者对方根本就没有想过你们的以后。 之前看过一个很感动的故事,男主很穷,打工多年所有积蓄只有一万多一点,最后愣是把自己所有积蓄给女朋友来了一条项链。 结果女朋友不但没有感动,反而很严厉指责男朋友,浪费自己钱干什么,以后纯着结婚不好吗? 最后女朋友硬是拉的男朋友,带着万般不舍走进了当铺。 是啊,真正的在乎从来都不是一时冲动,而是冲动过后依旧想要跟你走下去一辈子。